中国体育的虎年故事 36年间世界冠军从0到108 龙腾虎跃 虎虎声威 如虎添翼 虎赋予中国体育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在人营年到来之际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几个虎年 中国体育发生的大事 1974年甲营年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 共获得33枚金牌 46枚银牌 27枚铜牌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他们的成绩列团体总分第三 展现了一个亚洲体育强国的实力 从此 中国体育开始全面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1986年甲营年 中国体坛加音频传 2月10日 国际奥委会决定授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万里金智奥林匹克勋章 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国家领导人 4月22日至5月4日 第14届汤姆斯杯和第11届游博杯杯羽毛球团体赛 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中国男队以3比2挫败东道主 夺回汤杯 优势明显的中国女队蝉联游博杯 这是汤游杯历史上 首次游一个国家包揽两大杯 9月14日 中国女排在第10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决赛中 战胜古巴队蝉联市锦赛冠军 同时实现了世界三大赛五连冠的尾业 9月20日至10月5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10届亚运会 获得94枚金牌 82枚银牌和46枚铜牌 继上届亚运会之后 又一次位居金牌榜首位 1998年雾银年 这一年的3月24日 新一届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 原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 4月6日 国家体育总局挂牌 标志着中国新的体育管理机构 正式开始运行 对于中国羽毛球女队来说 那年5月2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适日中国队完胜日本队夺回了失去4年的油国杯 10月12日 中国女队在第33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中 首次获得团体冠军 11月25日 北京市正式向中国奥委会 递交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拉开了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的序幕 2010年更一年 中国体育迎来一个丰收年 2月初征温哥华 山雪 赵洪博历史性的夺得 中国首枚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 中国短道苏华队 前所未有的包揽全部4块女子项目金牌 中国军团自参加冬奥会以来 首次进入奖牌榜前8名 实现了冬季项目的重要突破 岁末论见扬成 中国代表团的演出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运动员狂揽前五股人的199块金牌 比金牌榜第二至8名的夺金总和值少1块 进一步奠定了亚洲老大的地位 数据最能直观表现中国体育的进步 1950年 1962年和1974年 中国选手均没有获得一项世界冠军 不过 1974年有6人8次打破 和超过6项世界记录 随着中国体育全面进入世界舞台 加上自身实力的增强 1986年 中国选手在世界三大赛的冠军数 一下子增加到26个 当年有13人2对19次打破14项世界记录 1998年 中国选手的世界冠军数 比前一个虎年再进一步达到83个 其中包括28个奥运会项目的世界冠军 有30人3对68次 创造31项世界记录 2010年 中国选手夺得的世界冠军数 突破100大关 达到108个 创下虎年的最高记录 当年共有8人5对15次 创造了15项世界记录 2022年人一年 又是一个虎年 这一年将有冬奥会 亚运会 大运会等重大赛事 中国建儿一定可以再次创造新的辉煌 二并 二并